九二共識 蔡總統要大家別再提韓國瑜 才不詳理 其實九二共識我提過好幾次 一而再再而三強調 這是兩岸互動一個很重要的定海神針 一旦失去了這個話 他兩岸互動的一個基礎 真的會變成一個很迷亂的狀態 如果一旦失去了這個 未來兩岸的發展會變得不可撤資 那這個對整個中華民國未來的走向 是要 我們要引以為憂的 喊話蔡總統兩岸沒共識很難交流 韓國瑜隔空呼應柯文哲 如果這個問題不存在 那當然就不用提 不然就是你要有替代方案 所以應該是反問蔡總統 不然你覺得應該怎麼處理 不過還是那一句話 講完以後轉過頭去 經濟跟國防還是好好準備 蔡政府拒絕九二共識 柯文哲提出示警 兩岸要走出死胡同 也不是沒辦法 九二共識或兩岸一家親 或者是兩岸都是就是一家人 都是希望兩岸的和平相處 能夠造成更多的互利 互惠 創造經濟 甚至是走向世界 賺世界的錢 兩岸一家人 是同一個民主 這個我可以接受 但是要跟兄弟治邦一起講 因為台灣主權獨立 繁榮經濟走向國際 這個立場 我們要強重自己 這個立場不變 就怕蔡總統空談經濟 又陷入空卷 北高首長不挺 朝野各自表述 不如擱置爭議 回歸經濟 記要綜合報導